你好 进屋 我给你介绍一下 黄金楼 黄金楼 你好 坐吧坐 坐床上好吗 没问题 周开吧 不要快 不好吧 坐床上 直接坐床上 不好吧 我您新扶床 别别别 别别别 到点周开 别别 餐人肯定行 你看这家都多好 不见你一个女儿 要杀衫没有 出那个结婚了 女儿 没有 都严的 22 还没结婚呢 22 上学呢 挺好 在吉林呢 在大连 就一个姑娘 那你是离异的还是 去上午 你也上午 挺好 几年了 十几年 五岁到现在 我女儿五岁 孩子五岁 那你这么长时间没找吗 找过一看不行 就不赶紧 就撤回来了 明白了 我明白了 明白了 这么长时间 那 那咋的呢 一个都不行 这么长时间了 一看就不找 就完了嘛 你还没明白 你为了服养孩子 主要是 刚一坐下 两人便你一言我一语的 互相了解了彼此的基本情况 对于黄大哥的第一印象 许姐很满意 也就想着再多了解了解对方 但接下来黄大哥的话 却让许姐有些望耳却步了 你有证实过吗 没有了 早就下来了 老早就下来了 那什么老宝啥有吗 明年就退休了 自己交的 原来单位给交点 后来我呢 慢慢单位也下来了 都没有了 散了 我自己交的 交点我明年就退休了 明年二月份就退休了 有 就是红绿灯 就是你们来过坐火车 看那红绿灯都给我们单位管的 就管那种行业 但是我在后勤了 我已经马上退休了 过年六月份退休了 我也不用上那个一线工作 你一看你没想到咱们 你不用合计 我工作不行 长相各方面都不行 不用合计 你的工作那么好 条件那么好 能看上我 我还是一个保际 许姐觉得 自己的条件跟黄大哥差太多 人家肯定相不忠自己 那事情真的会像许姐预料的这样吗 广告之后 咱接着看 你有什么病吗 没有什么大毛病 小病 你别点点小 那你们面试 不是那种红人 我是说 你这两下没算 没啥最好救 不都是因为啥 没事导致导致死 再导致好 再导致好 不吃 不吃粉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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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浓妆艳抹就不行 那浓妆艳抹就不行 那浓妆艳抹我还不要 我来不了 也得咱们的 保养自己 是 你说的 擦碎石乳 擦它那个粉底液 BB霜那些 是不是这叶子 我对那个 我对那个还真不太感性 我知道 你必须得用 不化妆 我很少化妆 不保护 脸也是疏远 口红我都不抹 我很少抹那个 涂点那个什么湿乳 还有BB霜什么 我从来不突那玩 不好看 而且那脖子跟那脸都分结压了 多难看 我从来都不抹 从来都不抹 哎呦我天 你要我抹那还不是要我去 那啥呢 跳河也太 那脸上 那脖子不一个伞都难看 太不实了姐 来不给老张 现在有几个女不化妆 确实来不了 不行 我一针就素颜 她喜欢打扮的 不是打扮 她就没那个气质 她就像专人说了 下饭店吃点菜 她不是我说要那一首 她现在没看吗 说话老口都不怎么看我 而且脑袋一边这么一边这么的 我看人绝对准 妈妈你信不 真的 绝对我不是她心中要找那个人 我就告诉你这句话 我说的是真心话 不撒谎 真的 真的 绝对我不是她心中要找的那样 长相各方面都绝对不行 我还是没达到她那个标准 就是要让她眼前一亮的人 还是没来的 也都没到来的 这个女的必须得有气质 条件各方面各头啥都得有 她现在 我还是 黄大哥这心呢 是好心 但是话说起来多少有点值 不知道会不会伤着许大姐 回到长春之后 我们的红娘 赶紧打电话给大姐 心思安慰安慰她 但是没想到 许大姐却反过来 给红娘吃起了宽心丸 大姐说呀 虽然这次亲眉相承 但是有缘来不晚再 找到幸福 那是迟早的事儿 哎呀大姐的这份信任 我们算是记在心上了 回头呢咱们再说说黄大哥 既然黄大哥想找一个 爱打扮的另一半 那我们还真就想到了 一个合适的人 谁呢 那就是同样家住吉林的 王丽萍 王大姐 王丽萍 49岁 离异 自开服装店 月收入3000元 有双宝 住房面积58平米 王姐告诉我们 2000年单位买断后 自己就开了个服装店 如今已经快20年了 这些年进货卖货 也没得休息日 很是辛苦 但尽管如此 退休后的她 也不会关掉生意 因为在她心里 自己还依然年轻 当我不判啊 一点都不判退休 一退休不就老了吗 又长一岁了吗 不喜欢 但是咱们有工资了 也不用这么天天 但是也得干 因为咱们还年轻啊 不像说那啥样 岁数大不甘心 最起码的 我感觉 我就是一说我55 好像我自己都不承认 觉得自己还三十多的小 对对 即使王杰给红娘的第一印象 也是非常年轻的 而且时尚漂亮 说话唠嗑 也是非常干脆 但这样的开朗性格 却没能在婚姻中派上用场 我这人是咋的 我是虽然说我是外向人 但是我是属于是 不是主动型 我是被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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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不 你得男人你得主动我 我不会说去主动你去 我是这样的 我俩反正不丑 闷着吧 都闷着生闷器吧 都闷吧 冷战啊 对啊 我们就是说她经常外出嘛 一个月半个月也不来一次电话 其实冷战最可怕 对啊冷战真的好可怕 感觉互相都特别压抑 她也压抑我也压抑 我们就是和平分手 和平离地湖 协议离地 王姐告诉我们 虽然很多人都不理解 为什么二十多年都将就了 老了还理啥 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 幸不幸福 真的只有自己才知道 长久的冷战和沉默 让王姐非常痛苦 她不想余生 还在这样的日子中度过 女儿已经成家立业 她知道是时候 该勇敢一次 追寻自己想要的幸福了 我喜欢就是什么类型的男人 不需要你挣多少钱 在外面最起码的 顶天立地 完了回家的疼喜 对不对 我可能是每个女人 都是说所渴望的 再还有就是说 那个女人还是 咱们都喜欢浪漫 喜欢 最起码的我生日 你得想着吧 我这么多年 我是从来没过过 从来没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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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日 我没有 我什么 我生日什么时候出生 她都不知道 但是女人 就是每个女人 都是挺渴望这个的 是不是 哪管说你买一份 小小的礼物 你最起码就是说回家了 你买点菜了 做一桌菜了 做点喜欢 自己媳妇喜欢吃的东西了 也 也许会很高兴 都是女人都这样嘛 就是说 女人是特别好哄的 王姐说 自己想要的幸福 从来都很简单 那就是来自丈夫的 关心和爱 跟王姐简单介绍了 黄大哥的情况后 王姐表示 想要见面看看 来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 黄金龙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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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那个王姐的闺蜜 那种闺蜜 那种闺蜜 走开 不行 来这鞋进来 走 咱们屋里坐会儿 没事 眼圆差点 那得行 那都没有 你不说了吗 让我喝 对对对 刚一见面 黄大哥就表示 对王姐挺有演员 个头身材也都挺满意 接下来也开始主动 介绍起了自己的情况 我有一个女儿 什么人没有 我来铁路上吧 你是什么车间 我来后勤 后勤 你属啥的 我属牛的 六一年是的 属牛的 六一的 多大六一年 五十九 我七一的 七一年了 今年毛岁正好是五十 你做什么工作 我是那个自毛卖服装的 那个 现在属于是那个 反快退休了 就自己做生意 做点小买卖 你是离异的是啥的 我是离异的 离异的 那你家嫂子呢 去世了 过世了 走几年了 十 我看我女儿二十二 九九年 二十二了吧 你家孩子小 五岁 他就走了 哎呦我得强 这么多年了 十三年了 十三年了 那你一直就是自己 两孩子 过世上 没 没 在这个中途没找吗 找个江湖没往这里 我一瞅这江湖太险恶 不干 不找 他说这个对 现在人说实话 是 确实是 那头一天 朋友引荐 见完面了 一动房过你名 车过你名 我说你把我的装骨和盒子得 我说别的女人什么钱怎么能 我提了吗 我说我没说吧 对不对 我就是找第二男 我不会说就是提前或者什么的 条件不好 我也不可能看 上来就说提前什么这个那 怎么的 我还没能说你就是把话 把嘴 就是把话给封锁 对于黄大哥说自己反感女人物质 这事儿 王大姐心里不是很得劲 倒不是自己想要点啥 而是这样提前把话堵住的做法 让她心里不太舒服 但王姐也表示 或许是自己想多了 黄大哥是啥性格 那还得 接着往下再了解了解 你会做饭吗 我呀 你感觉我会不会 我感觉很 你看我给你感觉这感觉 我去年还开过饭店呢 我这边买买杆子 和朋友一起开个饭店 你问那大姐我会不会做饭 但是这个东西 你不能说你会 但是这个好吃 我喜欢吃男人做的饭 我不喜欢吃我做的饭 我特别喜欢吃男人 给我做的饭 他都会做饭吗 你来看看 看看 那这就是三个菜吧 你进来看咱的锅里头 哎呀 酸酸菜不错 炸骨头炖酸菜 那是你 哎呀 这酸 那这道菜我是最爱吃的 你这道菜我是最爱吃的 哎呀 不错不错 要说黄大哥也是有心了 在我们来之前 就已经备好了食材 听到黄大姐这么说 那更是得好好表现一下子 眨眼的功夫 四道菜就端上了桌 这个手一一 哎呀 一 我一看就好吃 好吃就吃 嗯 黄哥辛苦了啊 没事 辛苦辛苦 过了日子反正看他做饭呢 做的真的不错 相当不错了 嗯 我也是想找一个就是说 那个会做饭的完了 然后就是那个会开车的 嗯 这个我都挺满意的 嗯 两点还行 干净利索饭也行 我喜欢男人干净 一顿饭做下来 王姐对黄大哥的印象 似乎有了些好转 对黄大哥的评价里 也开始有了夸奖的意味 看来俩人这是有戏 咱广告回来接着看 对于王姐 黄大哥挺有演员 但王姐是离异的这事啊 黄大哥心里还是有点介意 心直口快的他 也是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担心你别 过来他人跟你老公在我 不在手远我 男人最忌惑的 很正常 你这个小谈正常 正常 咱个小弟儿太小了 那你那你劝 你跟我俩劝夫婚得了呗 劝你吧 我看你能不能劝上 我这刚认识你 我也不知道你 什么情况 对啊 什么情况 一定早没早呢 或者是 听不对 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 三年就是离了这户 我们我都不联系 从来都不联 我给他就是微信都拉黑 全都直接就拉黑了 你问我闺蜜 从来都没联系过 这个你不用担心 这个国财报 有 有啊 是 但不一定发生到我妹妹 我闺蜜闺的事 难道是 我也没担心 是 没毛病 你这么想法没毛病 没毛病 确实 对于黄大哥的担心 王杰表示自己也能离血 但既然已经离了 自己是不可能 再走回头路的了 而黄大哥也表示 自己就是随口一问 离异这事儿 自己也不是十分介意 相亲到这时为止啊 进行的还都挺顺利 但接下来黄大哥的话 却是让两个人的关系急转直下 岌岌可危了 你还有父母啊 有父母 有 妈妈爸爸都健在 你家还有什么哥哥 有 我一个哥一个弟弟 我是中间的 你爸妈都有老宝 都有退休金 都有 刚才问我 你家都什么人呢 我说妈妈爸爸 哥哥弟弟 我就感觉推点 有点就像 你妈妈爸爸有没有老宝啊 就有点就像嫌弃 有点太现实了 假如说是我 我不会问你那么多 因为啥 我喜欢你的事 你所有的一切 我都会去包容 我能 我都能做到 我喜欢这样的男人 大气的男人 知道吗 我不喜欢小气的男人 我不喜欢 太现实 对 你看他爸他妈都有老宝 再说这个 那就是咱就没后果子有呗 对 有银帮有老宝 要是你得大银有病 那咱爸也大不了少了 眼睛那时候有一块 对不对 你大银找你帮我 你再一个 他有俩儿子 你不能挂走这个姑娘 王大姐觉得 黄大哥有点太现实了 虽然这也没有错 但很可惜 这不是他想要的 所以王姐觉得 跟黄大哥可能更合适做朋友 也祝福他能够早日找到那个 对的人